剛剛有一個規則 第一個就是說這邊 M1它的初始值是1 之後的話每一次加10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增加一個變數 放在那個位置就OK了 可是要怎麼滿足像這樣的一個條件 接下來因為有10個欄 所以全部折線圖 假設有10個欄位 通常會在這邊加一個迴圈 那迴圈我們前面也寫過 就是加一個for迴圈 forI等於1到10好了 OK假設有10個欄位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也就是說我今天希望讓它重複做10次 那因為剛好有10個欄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總共有從那個 美元一直到最後一個是K吧 K應該是紐幣 總共應該算過10欄 所以我這邊加一個迴圈 然後再把中間這兩行 美元折線圖的這兩行 把它搬到forNAS的中間 那一般習慣會在這個地方加一個TAB TAB就是讓它下一階 看起來會比較有一個階層的概念 一層一層OK 好 然後呢要改什麼地方呢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M1有沒有 它初始值是1 所以我直覺想到的就是說 我乾脆在這邊加一個變數叫K好了 K好像前面有用過啦 K等於1 為什麼 因為初始值是1嘛 然後呢我只要怎麼樣 在它畫一個圖之後呢 把這個K裡面的值 再讓它加10就可以 每一次加10加10 所以我只要在這個底下 再增加一行叫什麼 只要畫圖完之後 把那個K裡面的值 把它K等於K加10就可以了 那K等於K加10 就意思就是說 把原來1加10存回去的意思啦 所以其實 再來下一個就變11了 再下一個變20 所以剛好滿足這樣的條件 好 那接下來就把K怎麼樣 放到這個1有沒有 Labs跟TAB的這個1的位置喔 特別注意 因為它1 它是在這個文字裡面的最右邊啦 所以你如果要改的話 你直接把1delete掉 然後呢 把它移到雙引號的外面 加一個ANDK就可以了 ANDK 那意思是說 幫我把K這個變數 串在M的右邊 記得喔 在VBA裡面的AND符號 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是ANDK這樣子 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1delete掉 然後ANDK就可以了 把K串在M的右邊 然後M的前後加空白 好 第一個step OK了 那如果第一個step OK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跑跑看 不過在跑之前喔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怎麼樣 再複製一個 一個sub叫把圖刪掉 因為把圖刪掉這個sub 我是建議喔 因為這個常會用到 所以呢你們可以直接抓那個 我雲端白板上面的第8頁的地方 山圖 這邊有個全部折線圖 然後這邊有個山 山圖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sub 叫山圖的直接 sub到AND sub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程式的下方 這樣就有個山圖 好處就是說你直接執行它 舊的圖就會全部幫你刪掉 有沒有 直接執行 有沒有 圖就不見了 這樣比較簡單 那這個程式其實蠻單純的啦 其實就是說 如果在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如果有圖的話 而且是大於0 就幫我把它刪掉 OK 大概就這樣 很簡單的一個敘述方式 好 那我們跑跑看喔 所以我剛剛是把美元折線圖貼過來 然後呢 加一個回圈 並且上面加一個k的變數 然後每一次就加10 OK 並且把k放在這個m的後方 m的k 執行看看好了 理論上應該 如果沒問題的話 應該全部折線圖 就跑完了 不過你會發現 有跑出來了 而且應該是跑10個圖啦 因為它回圈1234 自動幫我畫 當問題來了 奇怪 它為什麼畫出來 它的圖位置是對的 但是呢 資料不對 那很簡單嘛 因為我下面呢 其實還有個地方還沒改 哪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應該什麼 當它是1的時候 它是b 當它是i等於2的時候 應該變c了 以此類推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是b cd到k啦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有什麼方式 可以產生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呢 就是可以當它 這個 這個回圈的i的值變動的時候 它也會跟著變動 那這個地方 那我想了很多方法 其實這個真的很難 網路上你找應該很難找到 後來我想了一個 當然還要顧慮到就是說 最好這個解法 程式不要太複雜 不然我怕有人借我寫 但是寫太複雜了 不好理解 所以我在想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在for回圈的下面這邊 再增加一行 就是for下面enter 按個TAB鍵 然後呢 各位應該知道有一個函數叫md吧 這個md函數呢 主要的作用是什麼 切字串 中間的字串嘛 然後呢 它有三個參數需要給 第一個參數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bcdefghijk 我就打了一個什麼 打了那個藍的藍名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文字不像數字 它會累加 所以它不累加的話 沒關係啦 我就md去切割 那md這個函數的話 就是取某一個字串 某個字串就這個字串 的第幾個字 所以有豆點 第二個參數是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我用i就可以了 如果i等於1的話 那就取得b i等於2的話呢 就取得c 所以後面加一個豆點 幾個字 一個字就好 這樣的寫法 它就會剛好符合就是 當i去變動的時候 它會取得不同的文字 有沒有 就取回來 可是取回來之後的話呢 我前面必須有個變數去接它 所以我前面再加一個變數 我隨便取個名稱叫 COL好了 COL也許就Colin的縮寫 COL 所以我就把取得的那個藍的 哪一藍的那個文字 先丟到COL 這是L的那個變數裡面 然後呢 我再把COL放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兩個B 這兩個B 記得要把它改成COL的這個變數 那要把它放進去 特別注意 它本身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有沒有 頭跟尾 那如果你要把COL放進來的話 你變成你要把它串在中間 那要怎麼串在中間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類似的 就是你可以先把這個B選起來 然後把這個文字先切開來 切開來就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變成一個字串變兩個字串了 然後移到中間 串的話一定是AND的符號 兩個AND 然後再加一個COL 這樣就OK了 AND記得全會要空白 所以再把空白加上去 好 那第一個COL就串進來了 所以啦 以後如果假設你要串一個變數 在某個字串中間的話 有個口訣啦 就是先選你要串的位置 然後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變數COL 記得最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口訣我還滿強烈建議 你們可以把它記一下 以後反正只要是 你要把某個變數 放在某個文字中間的話 其實都一樣 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變數名稱 然後記得AND的前後就把它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 程式寫完了 寫完之後試試看好了 如果這樣OK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簡單了 執行看看 這個把圖刪掉 再亂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是人民幣 對 第二個的話 第一個是美元 所以你看最近 他這個資料好像是10月跟11月 所以10月份的話好像都還滿平穩的 到大概11月14開始往下掉了 OK有沒有 第四到大概這個禮拜就掉好多了 那可是問題他相較於那個 台幣對於人民幣好像還好沒有波動那麼大 好像這一天有掉下來一下 那可是你會發現 歐元跟美元之間的關係剛好顛倒 美元對台幣好像是扁 但是對歐元好像是這個升值 所以其實不見得都一樣 那美元對日幣好像狀況也不太一樣 這邊有扁了 然後又升了 其他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你會發現就很一目瞭然的 馬上可以知道說那個匯率的波動 OK 扭幣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就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重點 記得我剛剛第一個 把美元這一段複製過來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是加了那個負回圈 那並且先加一個變數叫K K的初值等於1 然後之後的話 每次都累加 K等於K加10 把它累加之後的話 把規則創立 然後最後的話 再把那個這個 主要難的應該是這個 哪一欄 BCDE到K 這個欄 把它寫到 密的函數裡面 並且呢 利用那個 變數去抓 第幾個字 最後呢 把它放到這裡 這個可能比較難的 在這裡 把這個 變數 串在這個字串當中 那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那個 全部折線圖部分 先完成 試試看